陈文彪,1963年出生,198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澳大利亚校友会会员,定居墨尔本。 当下世界的一种认知,艺术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的一种宣泄,我多年对《易经》的不限研究,通过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,对东方哲学的思辨直观而抽象的表现,对传统语言的思辨与情绪,情绪中的分离,将分于离,再次整合进直觉之中。 《易经》告诉我们,有生无,无生有,大象无形,有即无,纯精神的指望和追求。 艺术家对创作的唤醒,旺旺成为一种创作的先决条件,进入那种创作的状态,使之产生无懈的想想。 艺术的瞬间感知是自由的,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,同时艺术是多元的,复杂的,又是自如和剪辑的。 通过个性化对自然的理解,不择所断,发现自我的感知。 同时艺术家创作的过程,就是寻找一种能和自然精神沟通的过程。 这一次,我又三副作品参加了展览,因为多年的学艺,一经告诉我们,一经是对大自然,人类对大自然要敬畏,人与自然要和谐,道发自然。 自然界有阳有阳,有须有识,我使徒用意念的记录,摆脱了写实的形式和约说。 前两章,是在2020年耿子年疫情期间,生肝人类对自然的固度开发,造成了自然界对人的抱负。 所以是我们人与自然产生的冲突,人被隔离在家。 所以我在家时候借用了传统北宋的雄伟三水的意念,有虚有实的表现,体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。 人类如果继续不停地破坏,自然会变得没有树,没有水的干枯世界。 仅是人类要回归自然,天地人合一的,道家的道发自然。 还有一章,是对道家福禄进行奔离,重合。 福禄是道家用来平衡自然,感散自然和自我的心态。 用福的意境,图压色的自由作画的方式,讲究虚福主义的倡议,超三维的思维, 是人处于半梦境状态的作画。 一经告诉我们,世上的万物都是平衡的, 艺学家是平衡的人所。 艺术家也一样,善意从平衡中找出不平衡, 也善意从不平衡中找出平衡。 古人造就就是迷,我们只有解的分。 当代艺术是唤醒沉睡的人类的思维情感。 深度的艺术创作,是来自那个神秘的世界的交流。 这就是我对当代艺术的论知。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定的体质人数不平衡有点在于是所有人在地区训言。 我们下定的头像是个人。 感谢观看